记者蔡文居台南报道 台南市无党籍市议员庄玉珠将于周日 5日在南市金花路一段成立竞选总部 他今天召开记者会 指三年多前的议长选举 让他报受打压 污蔑 索性最后司法还他们蔡家一个清白 他才能再参与这场选举 由于选情告急 他几乎不要让蔡家政治相扩 不要中断 庄玉珠今天由大儿子蔡孟勋陪同召开 不要让蔡家政治相扩中断 记者会 他提及议长选举 当场悲从中来 强调还好有他儿子一路陪伴 让他有勇气站起来 说到伤心处 不禁眼眶泛红 庄玉珠表示 今年的选举关系到蔡家政治相扩能否延续下去 生怕他公公蔡介雄所打下的政治相扩 会在他手上断掉 每想起这件事 他就烦恼到睡不住觉 因此 这次在还未完成登记 抽签之前 就率先成立竞选总部 庄玉珠说 一掌选举 他一块白布硬被染到黑 大约有半年的时间 他所受到的打压 污蔑及指责 让他无助到痛哭 甚至独坐在公公蔡介雄的排位前 询问公公今天杀我的人不是您生前扶植起来的吗 他说 人在做 天在看 幸好 最后司法还给他们蔡家一个清白 所以他还能参与这场选举 但现实是残酷的 他参政21年来 之前有政党的奥元 但现在却是单力薄 全身伤痕累累 在这场选举中为后段班参选人 选情危急 他说 未来时机姻缘到来 将由蔡家下一代接报 但目前这棒香火还在他身上 上梅承传下去 恳请乡亲支持 不要让蔡家的政治香火在他手上中断 蔡孟勋则说 在这职位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明白就是把服务选民摆第一 民众是否选择你并无法操控 只能让大家看到你永远与民众站在一起 也就是接地气 最后结果不管如何 只要尽力就好